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百病不离肝 肝脏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随着生活的不良习惯 肝脏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了 主要是由生理性、病理性的原因引起 首先是长期熬夜导致过多的毒素 不能及时代谢出体外,引起肝细胞受损 其次是肝脏受到微生物感染可能会引发炎症 肝受到了炎症刺激可能会损伤肝细胞 影响肝功能 那么怎么保护肝脏也成了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中老年龄更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这种绿叶蔬菜 都说吃十斤野菜不如一鸡它 堪称是强肝王 一周三次清血养肝 做睡眠 中老年人要常吃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把新鲜的枸杞叶 如果是体虚的人都很喜欢通过枸杞子泡茶的方式进行滋补身体 实际上不仅仅是枸杞子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它的叶子也有非常大的养生保健的作用 那么枸杞叶具体有什么功效和作用呢 第一枸杞叶的营养价值 枸杞叶的营养价值非常好 枸杞果实有的价值枸杞叶里都有 同时叶子里面含有丰富的甜菜碱和枸杞叶蛋白素 这两种元素能够有效的清除肝脏内毛细血管肌瘤的一些毒素 虽然枸杞果实也有这种功效 但是叶子的效果要比这个果实的好上50倍 第二补出人体营养 枸杞叶里面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帮助的氨基酸 其中就包括骨氨酸、弱氨酸 同时叶子里面含有丰富的天门冬氨酸 有着很好的护肝的效果 所以如果是肝脏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食用 同时枸杞叶里面含有铁、维生素C、甜菜碱等元素 可以很好地补养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第三预防膏血脂 这个功效是因为枸杞叶里面含有的肝油三脂胆固醇决定 可以很好地降低高血脂 第四轻热明目 另外枸杞叶还有很好的去火效果 降低因为天气炎热引发的一些上火的症状 还可以缓解眼猴头痛的症状 枸杞叶摘下来清洗干净 这个枸杞梗也不要扔掉 这个枸杞梗的营养价值更高 它可以治疗肝肾殷虚的人 对于这些症状枸杞叶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因为枸杞叶本身就有很好的滋阴养血的作用 对于血虚的人也是非常有帮助 枸杞叶洗干净控水拉出 接着把这个枸杞梗也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枸杞梗控水拉出 放入一旁备柚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猪肝 猪肝作为一种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的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心等营养成分 被认为是一种滋补强壮的食材 猪肝具有补血液气 养血安神 滋阴润造的功效 对于贫血 失眠 头晕的症状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具体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 猪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心 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增强肌体抵抗力 对于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具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 猪肝富含铁元素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贫血 缓解疲劳 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 尤为适宜 第三 猪肝中的维生素A 可以帮助维持眼睛健康 减缓视力衰退 对于保护视力 有一定的帮助 第四 猪肝含有丰富的胆碱 有助于促进大脑功能 改善记忆力 对于学生 工作繁忙的人群 有一定的益处 第五 猪肝中的核黄素和烟衰 有助于新陈代谢 有助于减肥 和保持身体健康 猪肝在中医药中 一直被视为有益身体健康的食材 被广泛运用于中医调养食疗中 中医认为猪肝胃肝 微苦 性温 具有养血益气 滋衣润造的功效 可用于辅助阴血不足 精血不调的症状 在传统饮食文化中 猪肝也被视为滋补的佳肴 常用于调理身体虚弱 养颜 美容方面 民间传统认为 适量食用猪肝 有助于增强体质 改善面色 提高免疫力 被广泛认可 是一种天然的养生食材 猪肝切成片 然后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挤干水分 接着再准备一小块 瘦肉 瘦肉是一种优质的食物 瘦肉一般指猪身上 含有蛋白质的肉 含有脂肪 蛋白质 烫水化合物 钙 磷 铁等多种矿物质 以及维生素等成分 具有补充营养 增强体质的好处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 瘦肉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是人体生长和修复组织 所必须的重要营养素 蛋白质可以促进肌肉的增长和修复 提高身体的代谢率 增加能量消耗 第二 瘦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比如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B6 和B12等 这些维生素对人体的神积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提高抵抗力 第三 瘦肉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比如铁、铅和铃 铁是合成血红蛋白不可或缺的成分 可以预防贫血和提高免疫力 新对于维持皮肤和免疫力功能的正常运作 至关重要 铃则是参与构成DNA、RNA等重要生物分子 第四 瘦肉中含有比较低的脂肪和胆固存含料 有助于控制体重和维护心血管健康 瘦肉还含有料氨酸和氏氨酸等 必须氨基酸 这些氨基酸对于大脑的正常功能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体而言 瘦肉的营养价值丰富多样 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许多重要营养素 具有促进生长发育 增加肌肉质量 提高免疫力等多种良好的功效 四量的瘦肉瘦肉是保持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环 瘦肉切好之后放入碗里 把刚才处理好的猪肝也一并放入进去 只需要放生姜还有花生油腌制一会儿 然后锅里准备四量的清水 把这个枸杞梗放入进去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1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了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得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星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把这个枸杞梗用筷子把它夹出来 接着把这个瘦肉和猪肝放入进去 煮30秒左右 大概煮沸之后 再把枸杞叶放入进去煮20秒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一点松鲜鲜 或者食用盐 一款非常滋补的猪肝枸杞汤就做好了 那到处来盆里就可以直接喝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准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